咱们今天来看看巴黎普克这个十万美金买入的现金局 这也是做了一大桌子非常知名的牌手啊 查尔斯老板弃掉勾舞 现在是一个四人桌 咱们来看看翻牌 翻牌式24Q三张红桃 艾瑞克老板直接击中了天花 企瑞斯的各老板这个牌说起来还挺强的 买最大顺子的花顺双手 是吧说起来还可以啊 像我那么说好像听上去还挺唬人的 印度老板直接瑞斯啊 这里边波瑟老板不知道会藏一枪还是 会这里边藏一枪是吧 选择平靠藏一枪 来看转牌发出什么 转牌发出一张K 印度赌神击中QK两对 印度赌神要下注 下注多少呢 24300的底池 下注31000 下注了一个超池啊 波瑟老板如果跟这个注底池 快接近9万了 就是波瑟老板如果跟这个注就有些套池 波瑟老板这里边很有可能推了 他推了也能扮演一些 比如买A花什么的 花顺双手啊 比如A3是吧 带一张红头A 就是花顺双手 就是能代表至少买A花什么这样的牌啊 好脸 不过这里边印度赌神真的是气势非常强 好像印度赌神手里边是A花或K花似的 就有点这种感觉啊 就让波瑟老板想想还是梭哈 印度赌神也是秒靠 印度赌神应该是他觉得 艾瑞克老板有很大概率是什么买A花这样的牌 合牌 发出了这张红头A 印度老板反抄波瑟老板啊 发出这张红头A之后 我是想两个人这牌组合到一起是皇家 同华顺 是吧 我那些也这么说话 做奥马哈也这么说过 我说奥马哈能用三张牌是天顺吗 哎呦被喷得好惨 这一手牌 枪口加三位用K4同色 起了一个三拜特 三拜特 罗布尔吗 这么不信任罗布尔 罗布尔给我的感觉 是那种形象比较好的人啊 比较稳的牌手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手牌 我怎么看发翻牌了 应该是显示有点问题 没有人尊重这个三拜特 全都考了 四人抵持 罗布尔现在是四一对 这个牌就是过什么 哦打一下吗 四人抵持 底对打一下 印度赌神三五考 买上了二三四五六的顺的 罗布变成了两对 说实在这个第二 他三拜的罗布 他就白白主导了罗布 但是K4现在这个牌比较弱 印度赌神 要不要瑞斯 其实我在看这个翻牌啊 这个翻牌印度赌神也尻进来了 这个翻牌面 还是比较简单的 印度赌神瑞斯 罗布跑不跑得掉 这个翻牌面还是挺简单的 一般的一种824简单的翻牌面 爱出大牌你知道吗 说实在爱出暗三条这种大牌 印度赌神是正好买上了这个顺子 三五的顺子 不过这牌你如果是五六的话 也是买上下顺子 如果手牌是五六是吧 二三四五六 四五六七八是吧 买三和七的顺子 就是罗布这个牌 还赢一些可能五六这样的牌 五六这牌再翻牌也不错 罗布尻了 其实这里边 因为我以为会气呢 罗布这里边尻了 我想了一想尻的理由 来看看盒牌 盒牌发了一张五出来 这张五对印度赌神不是太好 而且咱们前面说的五六那牌 四六也落后了 主要还是一张成顺啊 哎呦不是一张成顺的 这两张成顺 二三四五六是吧 四五六七八 二和七都成顺 这牌罗布 其实这张五非常帮助了罗布 咱们上帝是要知道 这样罗布很难考 咱们想着罗布赢的五六 这牌也输了 然后这牌二也是 不是三也是顺子 七也是顺子 转牌其实罗布还赢超队啊 比如赢什么九九十十是吧 这样是他中等队的 这很难考是吧 这说实在是罗布还是有点怀疑对方 其实三人抵持 这是纯头肌 也挺难的啊 因为你说 罗布在最差的位置打出来 晚有人尻就翻牌的时候 晚印度赌神拿空气他尻进来吗 感觉没有必要啊 印度赌神还亮了一张牌 亮的时候的是三吧 他亮五也没有什么意义是吧 因为五和三和七的关系都挺大 那张牌他没有必要亮张五啊 张勾曼在枪口位用勾七砸色起的瑞斯 罗布用Q5 三拜特到1100 这都是K勾七砸色四外等 这是什么桌子呀 九九选择尻 这个桌子超超级的松胸啊 这桌子 罗布拿Q5 好像不是要跟你算了 这个架势 这个架势其实你很难想象是尻进去 你知道吗 因为Q5这牌有点太差了 是吧 罗布做了一个五拜特 非常大的五拜特 两万五千美金 印度赌神 非常爱玩牌 能尻 其实这个牌是很危险的牌局 达到了五拜特 然后罗布的Q5就击中了Q一对 这什么牌局呀 这是 罗布 罗布不打一枪吗 哦 发出一张A 这张A其实罗布看着也没有那么舒服 但印度赌神看上去更不舒服 印度赌神这里边打个试探柱 五万三千五百的底尺 一万三 有点忒清了 这个试探柱 那盒牌还要打吗 罗布尻啊 哇 盒牌发出一张五 本来罗布也有点忌惮那张A的 但Q5两对他就不忌惮了 而且 他这个牌 他有一张Q也没有那么怕AQ是吧 他说了怕AQ两对 就很难有什么A2 A5 A8的两对是吧 打到5拜特底尺 看看罗布这手牌打价值 说是在印度赌神有点靠不动啊 这手牌 印度赌神是秒缝是吧 印度赌神转牌打了一个试探柱 我是感觉他这个试探柱打的稍微有点小啊 哎呀 这帮土豪啊 他们打十万美金的牌局真的小了你知道吧 真的对于他们而言打的太小了 你看这手牌啊 查尔斯老板拿到队A 他瑞斯到两千 查尔斯这个老板这个瑞斯非常的大是吧 但这里边QK在最差的位置靠 然后印度赌神老板的六三同色也是靠 詹勾卖也是靠是吧 就是这么大这么大一个瑞斯 四家靠啊 埃瑞克老板也靠了进来 是不是 他们十万美金买入对于他们而言太小了 他们根本不在乎这十万美金的 起这么大的一个瑞斯 他们都很一般的牌全都靠了进来 来看翻牌 经过翻牌印度赌神击中冷鸣三条 拆一颗拆一颗 拆一颗拆一颗 查尔斯老板 要打啊 这里边应该是 更多的是试探猪啊 看看你们有没有货色 多人抵食还是挺忌惮别人有三的 而且这排还有小忙大忙进来是吧 小忙大忙他是 更偏向于 就更容易有三一点啊 这里边印度赌神老板也没有瑞斯 怕暴露自己的牌力 来看转牌 转牌发了一张黑淘漆 印度赌神老板这里边还是藏 那这个时候就看查尔斯老板的判断了 这里边他打的话 就是觉得对方是十是吧 他觉得对方是十一对打十的价值 他如果更多的怕对方是三 他就会过牌 过牌控制 印度赌神这里边 不到是藏还是会瑞斯啊 他瑞斯其实会有些暴露他三的牌力 虽然他踢脚不是太好 多人抵食 多少可能会忌惮点他一个踢脚不好啊 哦 这里边印度赌神还是选择了瑞斯 瑞斯到三万二 这里边十很难瑞斯出来 多人抵食 哦 查尔斯老板这里边还是尻了 因为多人抵食干燥的牌家 其实这牌转牌能说 能讲一些八九黑淘的故事 但八九黑淘翻牌很难尻啊 多人抵食前卫八九黑淘这样的牌 翻牌很难考 还合牌呢 合牌发出一张黑淘八 印度赌神选择了check 查尔斯老板很愿意check是吧 印度赌神最后也没打 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他怕查尔斯老板种花吗 或者担心自己踢脚小 怕是什么A3这样的牌 这就是这手牌啊 嗨 嗨 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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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